我們剛剛提到的三種方法裡面,只有講了兩種 那它本身,您可以看到在這一個工具列 它其實有一個內建瀏覽器 它內建瀏覽器其實也是Chrome 只是版本沒有像我們現在標準的Chrome那麼新 就跟我們現在微軟的新的Edge 似乎也是Chrome的一個開源的程式 意思一樣 所以說你按下去之後 有沒有一個瀏覽器跑出來了 就這樣子啊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您的教材 或者是YouTube影片,可不可以在這裡看 可以啊,可以啊,你就不用離開它啦 我們現在要離開它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是YouTuber,那你就不得已嘛 你就知道,回到外面去用 可是如果你的都是在網頁上的 都可以叫進來啊 那你看,你這個 它這個叫書籤牆 你現在看到這個叫書籤牆 你有沒有發現 我有把一些我常用的放進來 你看抽人的有沒有在這裡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好,來,同學我們進來這裡有沒有 哈哈哈哈 欸,我們要來抽一下的 我在這裡面做就好啦 也是可以用啊 當然這裡面登錄比較不方便啦 這邊就是 畢竟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不是那麼完整的 我們講的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 Chrome的瀏覽器 可是基本的功能還是有 所以 這樣子還是有聲韻的 哈哈哈哈 還是可以抽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去YouTube 而且呢 這裡有沒有看到有分頁 你可以開兩個開三個 當然不建議各位開開五個啦 喔,已經有人拍走了 哈哈哈哈 拍太多個的話呢 你還是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那,對對對 那我先到YouTube好了 假設您平常 好,我進到這邊來 點進去 如果你要看 某一個某一個 什麼會不會這個我不知道 好 我們這一家好了 來,點進去 OK 來,先不管它喔 就這樣放一下 那這個呢 這個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你看 在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支筆 有對不對 所以你要跟同學講 喔,同學注意一下這裡有沒有 顏色自己挑一下 好,這裡擦掉 來,擦掉擦掉 重來 Skip 這裡 跳過 好,如果說你要像這個畫面 欸,同學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留意一下喔 那我們來這裡點下去 選好筆 你看 欸,在這邊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啊 對不對 只是它的筆要注意一下 瀏覽器必須要用它這裡面的筆 您不能用外面這一支筆 就是外面的這一支 好,這一支的筆沒有辦法寫到裡面來 這是目前它的限制 那,這個好了 如果 老師你把它關掉 你看我這個 先把它收起來 好,我把它縮小好了 我把它縮小 欸,好 我們這個 現在呢,我們講的是這個範圍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這一題 那解答 比如說老師要給它看解答 我就給它看一下 好,那看完了 好,我們這一題講完喔 我們往下一頁 那你可以再把瀏覽器叫出來 有沒有還是在這裡 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繼續看第二題的解答 呵呵呵 好,那可以像這樣子 那當然 如果說你筆畫畫下去了 那你也可以把它拍起來喔 直接告訴你 解答在這邊拍照 有沒有 你看 它會把它 有沒有抓到我們裡面來了 等於把瀏覽器的畫面 是不是又直接拍照 拍起來好吧 那我就這一題給你做參考 偷偷放旁邊 有沒有 不要告訴你 等到上課的時候再拉出來 同學 我們解答在這裡 老師都有放好 呵呵呵 看它有沒有細心這樣子 對不對 好,那我們可以再繼續下去 好,再下一頁 那下一頁呢 如果你覺得 你是希望它 真正自己去看那個 影片的 可不可以 可以 你看喔 瀏覽器打開 這裡有一個功能 就是這個 它叫做什麼 使當前的網頁成為一種工具 這個可能 欸 我看一下 滑過來 有沒有,那個字比較小 但是沒關係 我按下去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那個分頁 變成一個獨立的頁面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 你的分頁變成一個獨立的頁面 欸 看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在這裡 廣告略過 欸 按不到嗎 怎麼覺得好像滑鼠優表 差一點點 呵呵呵 是因為我現在螢幕放大的關係 欸 點不到 喔呦呦 有沒有,在這裡了 所以說這個 這個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瀏覽器的畫面 它就是真的可以操作的 真的可以操作 所以你真的可以擺在這邊 那 在這裡呢 同學如果怎麼樣 進到這個頁面 你看我們剛剛在這裡對不對 這是一個畫面而已嘛 可是它如果進到下一頁 它真的會看到那個瀏覽器 它就會打開 它就會打開 你就直接就看到它 等於 我們原本它這個 用這裡的瀏覽器 它是 所有頁面一起共用的 那你今天把它變成一個 獨立的工具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個視窗 這個視窗就會跟著 指在你指定的頁面裡面出現 因此老師如果說背課的時候 我講到這個段落的時候 我要搭配某一個網頁 我可以先把它開好 你不用說 同學不好意思 我找一下 這樣子 每次都要抱歉很多次 對不對 進到這頁 已經打開了 自己打開 你就直接看 所以這個 其實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這個是可以給老師參考 這樣比較正常的 有沒有 這個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一樣藏在旁邊 反正會進來的就會看到 這樣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方法 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 那 它內建的瀏覽器 我們當然不可否認 像我剛剛講的 它就是 功能 沒有說非常的完整 可是至少 你在裡面是還 基本的功能 可以用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三種 就是說 如果你的 教材內容 可能我是來自哪裡 比如說我是來自 我的那個 雲端銀碟的簡報 我可不可以在這裡講 也可以啊 我不一定要 一定要會到裡面講 這樣也是OK 好 所以老師這樣有沒有 感覺的三種方式 我們都把它介紹過了 OK